大家一起来盆栽草莓吧 今天我们还是讲盆栽草莓 但今天跟以往不一样 视频是拍给那些高入门的小伙伴 有很多小伙伴的草莓老是种不活 还有种不好 那今天我从三个阶段 几个方法来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把草莓种活 基本上是一个百分百的种活的方法 然后怎么再让草莓附状 最后怎么再让草莓开花 我们今天就讲这三个内容 好了 接下来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我是怎么操作的吗 当苗情不好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拿小盆栽给它种一下 不用急着用太大的盆栽种 因为小盆的干湿循环快 然后苗发根就很快 只要温度合适 半个月左右 它的根系就能长得不错了 大家可以看看我定制在里面 你看 花不了多久 那苗情很一般的苗 根系就能长得不错 等到根系长得不错了 以后呢 再去给它定制 然后用什么土去种 之前一直跟小伙伴说的 其实草莓呢 不挑土 只要一定的疏松透气就行了 大家想 它在圆土里面都可以长得很好 说明肯定是不挑土的 然后土壤呢 尽量做到少均 一定的透气就行了 然后里面呢 加一些颗粒 比如说火山石啊 青石啊 然后各种 能够增加排水透气的颗粒都可以的 然后当然呢 我一直喜欢去用松树皮 这也是不错的选择 定制的时候呢 我们先去掉一些老的残叶 刚才说呢 只要温度合适 差不多半个月 那些状态不是很好的苗 就能长得不错 然后到时候再把苗取出来 根系呢 给它简单的打散一下 然后把它种下去 不要直接种下去 如果直接种下去的话 根系很难舒展 到时候后期还是会长不好 就这样 然后种植的时候呢 一直给大家说的 做到生不埋经 浅不入根就行了 最省心的配偷方法 就是拿一些泥碳土 然后加一些颗粒 记得颗粒不要加的太多 不然的话后期浇水会很麻烦 而且不利于扎根 种好了 再给它压压实 最后再浇点定根水就行了 当然呢 原土改良 经过一定的消杀以后 也是非常好用的 关于底肥这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把握刚入门的话 就先不要加 如果你想加 那就加一些靠谱的缓式肥 或者完全辅助发酵的羊分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第一步呢 怎么把它种活 我们已经解决了 按照我这个方法 先用小盆给它定制 把根系养好再换大盆 那肯定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那接下来呢 第二步就是怎么让它变壮 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的 有人工干预的方法 也有合理水肥的方法 人工干预 怎么去干预 等你这些苗再定制两三个星期 那它已经基本上就是浮土了 浮土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掰老叶子 来促进它副状 只要你的苗是没有问题的 老叶子一掰 没有几天 苗就会长得不错 有的时候呢 你的苗比较差 然后呢 地上部分的叶子也不怎么长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掰掉一部分老叶子 过不了多长时间 草莓会有一个应期的反应 到时候它会很快的生长起来 通过河里的水肥呢 它就能长得很不错 水肥其实很简单 就给少量的均衡肥就行了 就蛋零甲相对比较均衡的肥料 不用给的太多 三四十天给一次就行了 过一段时间呢 你的草莓的苗就会长了 这样相对的比较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 怎么去除花芽 或者怎么让自己的花芽变得比较饱满 那结合着以前我发的好几期视频 那大家肯定知道的 接下来呢 就是可以通过一些人工的干预手段 怎么去做 这里面也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通过肥料 肥料呢很简单 就是高定价肥 一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左右 零双二千甲 一个星期给一次 给个两次左右 那基本上马上就能有花芽出来 如果还不出来 那也还是有方法的 那就可以通过切根的方法 用一个水果刀或者什么的 可以给它边缘 稍微环切一下 也能让它从营养生长 转换为生殖生长 然后的话到时候就有果子出来了 然后后面的其他的事情呢 到时候我再给大家分享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呢 再带着大家看看 我现在的盆栽草莓吗 然后这边的一大片 都是我种植的盆栽的草莓 然后有各种的品种 我们这边的温度比较低 最近还是零下五六度的 但是马上就要开春了 那到一开春 这一大片草莓 又要跟往年一样 结了好多好多 然后这边还有一片 然后呢 这里面也有好多 很多的盆 到时候再准备种一些高山草莓 然后那边呢 还有一大片 这边呢 还有一片 今年的数量真的是多 今年的不仅数量比之前多 品种呢 也比以前都好多 到时候我会持续地给大家分享 这些草莓的长势啊 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还有怎么去管理它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